《雪中汗刀行书》关了 一天一集的看者突然大结局了 反而有点不舍 最后一集中 徐凤年 徐之虎 徐卫雄 徐龙相 陈之豹等人 截杀寒雕四 为母亲无数报仇 虽然打得不太顺利 但最后还是报仇学恨 但因为北梁和丽阳皇室的矛盾还在 徐凤年还不是真正的北梁王 所以姐弟四人再次分开 回到各自的来处 只有等到徐凤年接手北梁的时候 才能真正相聚 至此 第一季《白马出梁州》的剧情 算是告一段落 追完整部剧之后 小气才发现 《青鸟》才是这部剧的隐形女主 全程陪伴徐凤年 就连最后解杀寒雕四的环节 都陪在徐凤年身边 在最后一集中 徐凤年为了让寒雕四放松警惕 让魏淑阳 宁额美 李纯刚等人 随着大部队回北梁 自己金蝉脱鞘 等着截杀寒雕四 此时的徐凤年没有让李纯刚相伴 只叫了青鸟护卫 魏母报仇如此重要的场面 诚如大姐徐之虎所说 这样的场面不想错过 徐凤年却只带了青鸟 可见徐凤年对青鸟 到底有多信任 除此之外 在徐凤年第二次游历的一路上 青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北梁王府内 应对林他画和樊姑娘的暗杀 青鸟暴露自己武学功底开始 徐凤年得知青鸟是死士兵 就将其当成心腹 游历准备期间 徐凤年一开始就想着带上青鸟 徐小也安排青鸟随行 甚至将青鸟生父王秀的刹那枪 放在马车之内 第二次游离路上危险重重 相反城外一战 青鸟破土甲 后被王明寅重伤 差点经脉尽损 徐凤年本意让青鸟 跟着楚路山回北梁 但青鸟却选择拒绝决定跟随世子 后来到江南卢家 卢家管家祖兰魏淑阳一行拜访 青鸟拿出北梁王府的气魄 直接拆了卢家中门 说出 带我以礼还之以礼 带我以兵还之以兵的话来 可见青鸟的骨子里 也是北梁人的血性 大姐对青鸟的情感 也是不一样的 她会拉着青鸟说一些提起的话 青鸟也明白徐之虎的处境 处处为其着想 徐凤年这一路 但凡需要动物的地方 青鸟都冲在最前面 但凡徐凤年有危险 青鸟都及时赶到 为徐凤年挡伤害 豹国寺 是青鸟冲在前面 为徐凤年挡伤害 卢尾荡一战 是青鸟挡下 王明寅致命一击 五帝城头上 是青鸟挡下了 赵轩速的攻击 全局38级 青鸟为了徐凤年 受伤过无数次 保护了他无数次 堪称最称职的护卫 从游历开始 青鸟就从来没有 离开过徐凤年的身边 虽然整个游历途中 出现过王初冬 裴南伟 薰原清风 但他们都只是 走个过场而已 即使江妮是 徐凤年心中的妻子 也是大梁龙雀的持有者 于又威是 徐凤年名义上的侍妾 但是在游历中 他们都中途退场 唯有青鸟 陪伴徐凤年一整个旅途 从北梁出发 又回到北梁 这样的戏份 角色设定 可不就是隐形女主吗 就算戏份比女主多 但青鸟也不让人讨厌 谈目中都是杀世子多青鸟的言论 就连演员丁孝莹的动态下面 都是希望丁孝莹下一季 继续出演青鸟 其实在丁孝莹告别青鸟的动态中 已经暗示 第二季北莽之旅中 丁孝莹将会继续陪伴在徐凤年身边 虽然雪中汗刀行原著 是徐凤年孤身入北莽 但是青鸟跟北莽也有不少关联 因为青鸟孤身入北莽挑战第五合 最后是徐凤年救了她 这样的经典名场面怎么会删掉 所以徐凤年去北莽的剧情 会加上青鸟互为其左右 如果真的如此 那就可以好好期待了 因为新的副本新的故事 还是原来的演员值得期待 你喜欢青鸟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